在纽西兰参与军事训练时 不幸遭炮车斩压至重伤身亡的新加坡艺人冯伟中昨日出病 同是新加坡艺人的陈汉伟在社交媒体上传了 一张冯伟中童年时和已故阿哥黄文勇的珍贵合影 留言写道 很奇怪的感觉 我相信文勇大哥找到伟中了 一种莫名的安心 网民也纷纷留言 他们有办了 大家可以放心了文勇大哥可以照顾伟中的 也有人喊说 竟然给你找到这张照片 黄文勇是在2013年4月20日 因末期淋巴癌病逝于中央医院 享年60岁 60岁正当壮年 所以黄文勇离世时也令新加坡人相当震撼 出病当天 签名公众 电视台同事 艺人和亲友送他最后一程 灵车载着他的灵鹫绕到电视台 让他最后一次看看他半生奋斗 渡过黄金 感谢观看